大家好,我是Kami,欢迎来到《梦幻魔力战》 属于M这一期的CS5推荐英雄是公主阵营 然后超时空,我的天啊,是我最讨厌的 就是死了一次能够复活,一次30%血 基本上CS5的体员都是非常强悍的 所以能够让他们复活的话绝对不好打 好,要是没有这个推荐人物的话 不妨试试Kami这个队员 就是我们暗黑帝国队 就是女伯伯,拉娜,男伯伯,宰相,佛罗兰蒂亚 还有我们的拥有山西的皇帝 进化了这就是最强的皇帝 Vernhard 燃烧的皇帝的意思 好,基本上第一回合就占好位置 当然要是你们的拉娜血量低的话 请不要站在波波的下格 最少站在两格外 因为这个是比较RNG的 要是敌方的马修会有两种玩法 就是第一是原地不动,发动那个Bath 第二是会行动,然后发动3C 3C会跑过来发动建武 发动建武的话呢,那个伤害其实蛮高的 所以你的血量不够高,扛不下的话呢 那你的拉娜就可能不要站在这里了 你看哦,我的拉娜差点死了 一个用一个召唤物所用的那个3C就能弄 几乎让我弄死了,这个好危险 好,这里非常重要就是雷丁真的那么靠近了 所以拉娜的那个冰冻的技能要发动在这里 好,我们要让雷丁断腿,让他不能护着25 然后大家都中Debuff了 所以呢,这里也可能做错了 就是应该先让波波,波波应该先发动那个地震 然后给多一点Debuff,然后再用雷丁断腿发动3C 然后又可以奶威哈 这里先奶其实反正是比较不明智的 因为波波没有的被奶,有一点危险 啊... 好在还好我有宅相,等一下还可以再奶威一下 好,不过基本上就来这里了,发动地震 嗯... 所以这里呢,发动地震再给那个女伯伯发动3C呢 还是奶得到的 好,然后这里呢就用皇帝把她过去呢 先欧打那个25,不要用那个剑五线 嗯... 铁鞋的冤枉,然后把25给带走 顺便连那个召唤的马修也带走 然后这里再向发动3C咯 然后发动3C就要做就是呢 让皇帝再动咯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发动剑 当然要是你们很有信心还是... 其他人是有玩时钟的 比如说这个波波呢 你还要再给敌方更多的debuff呢 就可以再动波波,然后再发动地震 让兰迪乌斯和其他人呢中那个地震 其实是蛮名字的选择 降低他们对你们造成的伤害 而给予更多的debuff 好,皇帝呢这里的强项就是 基本上只要是物理伤害呢 呃...他都能够抗得下 所以OK 好,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就用立可立丝呢 决决掉雷丁 因为雷丁的血量很低啊 所以也不怕了 然后这里波波 或是拉纳洞好 我们发动黑洞 再继续给更多的debuff 最好的情况就是有降低伤害啊 还有断腿的情况 那是最好的 断腿的话呢就可以减少敌人啊 呃...对您造成的伤害啊 好,这里我们不怕 皇帝残血直接跟他开干 因为我们能够复活一次 然后再让宰相奶回他的血量 呃...不过当然你要先奶也可以啊 因为这里呢咖米没有注意到就是 是... 宰相儿那个呃...战略的硬币 没有到5个 所以不能再动 所以这里应该是先奶才对啦 不过呃... 没障碍 我们还是能够赢得了 好,这里再用宰相奶了 因为宰相你带那个圣旨的人员呢 当你能够...当你能够发动技能 辅助技能在你的人物的时候呢 会有100%的几率呢 驱散一个debuff 好 然后这里攻击哈 蓝帝巫师复活 我们就用波波的最后一个AOE了 凋零 炸死 哈喽 拜拜 要是没有的话 我们还有蓝啊 所以 OK 没有问题 成功的姐姐 恭喜大家拿到钱 还有拿到附魔了 卡米非常缺 钱附魔 还有你们可以看 钻石了 钻石只有15个 有人要捐给我吗 好了 我们来看人物的装备 就是波波呢 就是要提高高魔防了 就可以给他一双鞋子呢 带他的专属 还有奇迹之杖了 玩AOE的就是要这样带 好 女波波呢 可以带红色之月 提高高智力 高血量 还有高奶量了 然后皇帝呢 就是要带鞋 SR或SSR都可以专属 然后武器呢 可以选择 这个平衡之间还是带更高伤害 四血或是雷神之水都OK 然后拉娜的话呢 我的拉娜就比较低配版了 不过不要紧带他的专属了 然后当有红月的话就带红月呢 你记不一定是玩AOE的话 红月会比较好 红月或蓝月都OK 好 最后就是我们的辅助载相 基本上载相呢 也可以说是不是100%的辅助 因为他的智力其实蛮高的 也可以用来打伤害 不管是单点或AOE 当然就是可惜的是他没有单点的技能 好了 载相呢就是带高姿力的 提高姿力呢 就能够更高的伤害和奶量 好了 我是卡米 记得关注点击三连我 我是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